現在收聽的是報道聯邦邦北部98.5 報道是誰 中部99.1 阿絕電台 雲家91.3 加一支銀 高頻96.9 中央電台 花蓮90.5 今晚是誰 你現在收聽的是 每個禮拜二的7點到8點 還不是10點到11點的 報道年輕人 我是宜蘭寺 我是年輕人 七好 你啦 喔 我們今天喔 這個訪問喔 以波士頓為主題啦 對 波士頓 嗯 欸 講到波士頓喔 欸 你剛剛還特別High 對 因為其實 為什麼特別興奮呢 欸 我曾經去波士頓 稍微深造過一下下 喔 是像迪哥倆 朱大哥那種 不是躲避什麼債務啦 喔 不行不行 沒有 去那邊就是我在那邊待過一陣子 喔 對 所以我真的是蠻喜歡的地方 欸 這樣喔 所以我可以理解為什麼馬英九會覺得那是第二故鄉 那這個地方真的是 好地方 真的很好地方是不是 對 好像很多人也是 有時候有些台灣人是 退休之後去那裡住 欸 感覺應該是不錯 對 好像好上好水的地方對不對 嗯 不錯 欸 看你這樣子好像是念念不忘必有迴響喔 欸 對啊 哇 想念啊 真的是想念 那我們今天其實也請到一位很想念波士頓的來賓 欸 其實其實我們跟他很熟喔 喝冰湯 對 我們之前就認識啦 對 那這個今天這來賓呢 他其實在波士頓待過蠻長的時間 他是在有讀書 然後也在那邊工作 工作 對 他現在回到台灣來貢獻他的才華 不過今天我們可能不是要聊他的才華 我們是要聊波士頓的經驗 對 聊他在波士頓的所見所聞啦 對喔 好 我們歡迎這個鍾欣 鍾欣 嘿 欣欣 嗨 大家好 我是欣欣 欣欣欣欣 欣欣欣 欣欣欣 欣欣欣好 你好 哇 欣欣很可愛的樣子耶 哈哈哈 欸 聲音很嫩啦 對 我一不小心變得有點吃汗的樣子 喔 氣坎那樣 欣欣可不可以先聊一下 就是你當初是去波士頓先念書 嗯 對 我那時候09年的時候先去 先去 喔 先跟大家講一下 不是Boston 是巴斯頓 巴斯頓 對 這個是一個腔調的那個差異對不對 巴斯頓 可以解釋一下 可以解釋一下 呃 怎麼解釋啊 就是波士頓他那個當地 local的人才會就是會特別腔調 他是念巴斯頓這個發音 那大家其實也會因為這樣去嘲笑 波士頓人的這個特別的口音 波士頓腔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其實其他州的不會這樣念 不會不會 對 其他州的是唸Boston 看字面是Bost 對啊Bost 對啊Bost 對啊 那一定是唸Boston啊 對 可是那也唸Boston 對 一起唸一下Boston Boston Boston 對 像那個 哈佛大學呀 怎麼唸 Haver Haver 今天是英文教學 對 可是因為哈佛大學的那個 賣周邊商品齁 它T恤很有名 對 它那個衣服啊 對 它會出一個就是Haver Haver 它拼音不一樣 把R拿掉了 喔 這樣子 對 就變成Hava 然後有人以為是盜版的 就不是 因為是 自己出 自己出山寨版 用波士頓槍去講Hava 就唸Hava 所以心靈是真的嗎 就是那個在波士頓槍裡面 對啊 The Hava應該唸Hava 對 所以去那邊就是 只要講Hava 有反應的就是當地人 欸 應該是 我自己經歷是在那邊有些 那個Taxi的司機 有的人是會講波士頓槍的 所以說一乍聽是他會聽不懂他講什麼 嗯 確實這是一個蠻大的困擾 不過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嘛 對 地方腔掉了 對 啊你說你去那邊09年念書 對 我先在那邊念書 然後之後在那邊大概工作 快一年的時間 喔 妳是念什麼 對啊 我念兒童發展 Child Development 對 所以我在那邊學 就是兒童發展是後來是在社區做 兒童方面的服務 喔 所以就是你的工作之後就是在那個 對 巴斯頓 對 巴斯頓 巴斯頓齁 在巴斯頓做的 對 所以也是接觸到第一線的就是當地的居民 呃 對 比較後來在工作會是針對華人移民 嗯 華人移民 對 華人移民的家庭的孩子 哇 那今天一定要請欣盈跟我們聊聊 比如說在那個巴斯頓的這個這個 華人社區 華人其實好像說有可能是來自中國 對 來自哪裡 然後台灣的也有嘛 嗯 對 對 你接觸到哪些華人移民 對 其實巴斯頓 呃 對不起 巴斯頓他其實那邊比較特別 因為他雖然是臨近紐約 可是巴斯頓他那邊是滿早期的華人移民 過去都會是呃大陸那邊的沿海 嗯 比方說那個呃 欸 那個 廣州 對對對 福建 沿海地區 對對對 那邊過去 所以那邊其實台灣人不算太多 嗯 比較多真的很當地的華人移民 都是那個中南 對 你說大陸中南 呃那個沿海地方的居民 嗯 已經好幾代了 說廣東話了其實不少對不對 對 對 在那邊的 Chinatown 裡面其實很多是廣東人 就是講粵語這樣子 對 對 走啊 哈哈 為什麼啊 嗯 之類的 我們都會被說種族歧視啊 有時候在那邊模仿這個 會被說種族歧視啊 有可能哦 哦 有可能 我們還是小心一點好 嗯 好不好 小心一點好 欸 不過我們講講到 呃 巴斯頓啊 嗯 像之前新聞大家也有注意到 巴斯頓馬拉松爆炸案 爆炸案 欸 這個我 這印象很深刻 對 那時候很震撼 震撼 國際上震撼的事情 對 那個時候聽說 新穎在現場 欸 對 2013年的時候 哇塞 這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嗯 你那天是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你會到那裡去 那個時候剛好是我 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之前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我跟朋友就約 因為男的 男的 因為巴斯頓的那個 馬拉松 其實是 很有名 世界主義 對 甚至不是說 一般人都可以報名 他其實是各國馬拉松好手 好手 必須要先去筛選過 國際賽事 對 因為他這不是那麼簡單跑 他是從 巴斯頓其實是在麻州的 就是麻州裡面的一個都市 對 所以他其實是在 從邊 邊垂的地方 然後要跑進那個市去 所以他其實中間有山坡 有山 然後有 就是他的路其實是很顛簸 不是那麼容易跑 他那時候就跟朋友就約在 就在那個 Boston的那個 就是在他的底線 就是終點站 終點線那邊 差不多是在那個Library附近吧 對 他那個圖書館的附近 對 波斯頓圖書館附近 然後他的剛好 我們在的地點 他其實就是在那個爆炸的那個 因為那時候爆炸好像有三個炸點吧 三個點 那就是在第一個炸 第一個點附近 他那時候就剛好其實就在 我們中華民國國旗的那個附近 然後後來我跟朋友就 因為肚子很餓 所以我們就離開 大概十到 差不多快十到十五分鐘之後 就爆炸 結果就我們就聽到那個 因為那時候我們剛到餐廳 然後就聽到很多的車 就往那個 我們剛剛離開的方向開 然後警車啊 那個消防車啊 然後九湖車都往那邊開 然後後來轉頭 看到那個新聞上面 才發現 原來那個地方 就在同一個現場發生爆炸 那其實當下 當下就覺得 千鈞一法的感覺 對 當下其實還好 可是其實真正後續的情緒 是回到家之後 因為我那時候是跟我室友住 然後其實在看一些 回顧一些那個新聞的時候 其實我開始覺得 不帶對鏡 就是其實會很害怕 然後甚至是很有 餘悸有存的感覺 對 然後甚至會覺得說 欸我覺得 欸我是不是撿回一條命 然後甚至會對那邊傷者 甚至有那種 感覺很抱歉 真的是自責罪惡的感覺 然後因為我同學 我朋友他是一個人住 所以他就開始 他打電話給我就開始有那種 焦慮 焦慮 有一點累創傷症候群的感覺 這就是創傷症候群 所以後來我才意識到 欸這種感覺不對 然後後來就是跟他持續 就是保持聯絡 就是說 假如不要看電視 然後就是假如他就是 就是甚至是要不要到我這邊來 然後我們就 互相陪伴 對對對 欸 那講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對 確實社會上對這件事情 是感到焦慮啊 恐怖啊 然後也有很多創傷的 需要輔導 那你自己的經驗像 Boston這個城市 在事件之後 他們怎麼去做一些 SOP 比如說像現在台灣 巴仙子這件事 對他們怎麼去做一些療癒啊 或者各種措施 或是他的 就是說他的這個整個 緊急的救難系統 就你觀察 你覺得像Boston 有什麼東西是可以接近台灣的 我覺得第一個一定是 先去宣傳說 就是像大家說盡量 尤其是那時候 曾經在過 在現場過的 不要去一直去重複去看當時的狀況 然後也叫大家不要去傳 包括在Facebook上面啊 或者是不要 就是就算你當場拍到 或者是 就不要一直去傳散播 散播傳越 對對對 然後去陪伴 就像剛剛的狀況 就是陪伴 然後另外就是 馬上第一線的 其實除了醫護人員的之外 其實很重要是心理輔導這塊 所以那時候 Boston就是做了很多的 車子 就是那種臨時的 比方說車子 然後裡面就是可以提供心理的 心理諮商 哇 這麼行動力的 像是我們那時候 我們現在看到行動派出所 欸對對對 他就是行動的心理諮商站是不是 諮商站 對 然後他 行動張老師 哈哈哈哈 那種感覺 對對對 這個很有創意耶 這在台灣似乎是沒有看過的 是 而且代表說他們對於這個心理輔導 他們其實很重視的 沒錯沒錯 而且特別是你在做幼教這一塊 對應該也是感到 印象是很深刻的 對 然後其實也有一些部分是 像因為是幼教背景 所以我們其實也在探討說 怎麼樣跟孩子去討論 這有事件 對 而不是說只是去把這件事情隱瞞下來 因為其實對孩子而言 這個也很必要去了解 了解 因為可能小孩看到新聞會問啊 對沒錯 對那有的人大人想說 欸不要問不要問 不要講 對 怎麼去跟他們溝通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對 是是 而且不是溝通一個不好的情緒 而是溝通一個這樣對事件的理解 對對對 而且因為特別是 美國這個時候 之前從911之後的一些反恐的 情緒在國內發酵 所以我想在這一次這個Boston的這個 馬拉松的爆炸案 其實對於當地人來說 其實是很大的一個創傷 對 因為他其實不只是那一次 那個連著 因為他同一條街上是連三個點爆炸 他其實之後像同一天 我要搭地鐵回家的時候 地鐵上面也就是鶴槍實彈的那種警察 因為那時候人還沒抓到 所以他其實警察在上面走的時候 大家其實是非常 很緊張的 然後那一整個 其實就算後來抓到 其實那整個禮拜都還是 都是風聲鶴唳這樣子 我現在聽到心裡不說 我也是那個 而且他講說看到有人 鶴槍實彈警察有沒有 在台灣還會有人說安全度破表 是 在美國很難說 我看到這個景象 我會安全度破表 其實大家一方面是恐懼 對 一方面其實是恐懼 對 不過其實可以聊聊一下 比如說Boston其實是有蠻多 除了這方面 一些悲傷記憶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很樂禍 比如說我們馬總統 就去了那邊很樂禍 他其實還蠻融入環境的 慢跑啦 健身啦 那地方運動真的是好地方 對 有時候哈佛附近那個湖 那河 夏至日本那邊 還有看到那種 哈佛那滑船隊在那邊 就是最近這個時間 夏天的時候 夏天的時候 一堡眼福喔遊客 而且我跟你講 大家講到波士頓 我在看棒球的就知道 波士頓紅襪隊啊 是 這個是一定要提到的 哇 對不對 對 不只是棒球 Boston其實他的籃球Celtic 賽爾提克 對 賽爾提克 然後冰球 曲棍球 所以其實你常在地鐵上面 你只要看到不同顏色的 就是看人穿衣服 大概比方說 最近他穿黃色的 最近是曲棍球比賽 對 然後如果他穿那個綠色 就是Celtic 對 然後穿那個 紅色的 對 那就紅襪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 這個是什麼時候的 球技賽事 對 運動賽事 是中體育的一個城市 對 是非常活力的 對 對 而且講到他 他有美食啊 喔 我看到你眼睛為之一亮 那個龍蝦 波士頓龍蝦當然很好 是 哇 那個 那個鮮 那個火 那個大 吃下去 哇塞 我跟你講 真的病病狗 真的病病狗嗎 而且你吃完之後 你要配什麼呢 配什麼 生蠔 哇 那就更病病狗啦 一粒 哇 那麼大顆 啊 完蛋了 真的 吃下去 啊 真的是 海洋的力量都在你體驗 海洋的力量 對 或是他這個地方 真的是厲害啦 哪來海洋的力量 所以你在那邊 吞了幾顆 大概 就 你不能吞太多啦 那多那個對 七孔可能 牛血 就吞個幾顆意識一下 不能吞到客製嘛 對 不過在那邊應該是你滿美妙的回憶 這吃很多真的是好吃的東西 好吃 對不對 信你覺得在那邊有什麼很特別的美食讓你 呃 在那邊的話 其實Bosan它是 它是滿早之前就是有意大利的移民進駐 所以它那邊有個小意大利區 所以它那邊有一些意大利的美食 像海鮮 像剛才其他提到的海鮮啊 然後 那個 它那邊就做成海鮮的意大利麵 那還有就是那個 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那個甜點 甜點 有一個那個卷對不對 裡面加那個奶油對不對 Cannoli Cannoli 對 對 然後再來一個那個咖啡 Expresso Italiano 是真的好吃是不是 對 所以其實就是說如果到那邊去旅遊的 其實真的很特別去這集去感受一下當地 對 但是當地就是除了美式文化之外 還有不同的英文化的感覺 對 沒錯 而且它還有它特別的歷史意義啊 因為它是美國獨立建國的 這個第一個這個這樣地方嘛 是 它對於美國歷史文化而言 它算是一個很重要的精神之都 哦 對啊 那你看像 像有的人 欸你去Channatown啊 嗯 你還可以去 尋現找一個有趣的東西 是 是 Channatown有六四紀念碑耶 哦真的啊 對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我也不知道 哈哈 我是看到王丹去 哎 他po 拍一張照片 照片 嗯 然後po到他臉書上面 嗯嗯嗯嗯 你說啊 原來那邊有一個六四紀念碑 所以其實那時候真的是一個蠻有記憶的程序 不過我來補充一下啦 其實因為我本人沒有到過巴士頓了 嗯 但是我唯一知道一件事情是 什麼 波士頓通訊啊 哦 傳說中的這個新聞媒體 哦 這個傳說中的波士頓通訊 那波士頓通訊 啊中文叫做波士頓通訊 然後英文名咧 叫做Free Chinese Monthly Free Chinese 自由中國 Monthly 自由的中國啦 哦 對 那敢有自由 欸 這個 這個波士頓通訊敢有自由喔 你要問這個中國國民黨 哎 是啊 那邊問國民黨呢 欸 這個其實是中國國民黨 海工會 在大概在1970年代喔 嗯 成立的這個通訊雜誌啦 啊那那個時候其實本質上其實就是算是這個中國國民黨的海外職業學生的打本音 哦 所以比如說 會生產一些特殊的學生出來的 是啦 啊比如說我們知道的關中啊 嗯 英九啊 邵康啊 手中啊 手中啊 蔡政源啊 蔡政源啊 對都曾經在這個波士頓通訊上面 對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也知道除了國民黨之外其實很多台獨 嗯 欸其實也在 台獨的學生其實那時候其實是兩方在對峙的 海外也有 對 特別是在Boston這個地方 其實有蠻多台獨的學生在這裡走 欸 這個七號 我那一年 對 我那一年去的時候 就遇到那個在Harvard Square那裡 就是Harvard大學附近的小廣場 就看到有人在辦活動 嗯嗯嗯嗯嗯 那就是欸發現是一群華人面孔 嗯 結果他們拿了就是一些牌子在 在說就是欸 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喔 欸一看就知道啊 這是台灣人嘛 喔 台獨組織這樣 是 那我就進去很熱情跟他們打招呼 對 他們就很高興 哇你來自台灣這樣 啊 然後附近就有那個來自中國的遊客進去 看到那個牌子就說 啊那什麼懂 哈哈哈哈 這樣我就走掉了 不過他們沒有想到其實在一個自由的國度 其實他們表達 其實真的是 我們表達是自由的嘛 對 然後其實他那邊很重要的任務是 很多老外 嗯 其實是不知道台灣在哪裡 喔真的嗎 信你不聊一下 你好像有類似的經驗 喔對啊 就是其實在介紹台灣的時候 嗯 Boston其實有一些人不太了解 其實在甚至在更 因為我還有去過其他的州 其實對台灣更是不了解 當然你說你說台灣 那他可能會覺得 欸是不是泰國 因為泰國英語泰 泰戀 對 所以那時候就 就一直跟他解釋台灣到底在哪裡 其實有時候解釋很累 啊他們想起來是可能都是那個 比如說 還是那種八九零年代那種 對他就會想說 製造防茂品啊 欸 塞菜啊 代工啊 欸 他也想說你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啊 哈哈哈 Part of China 哈哈哈 之類的啦 嗯 所以其實也是 這個這個經驗是蠻有趣的 嗯 好我們現在訪問到的呢 是從波士頓的學成歸國 在那邊也工作過一段時間 生活一段時間 回到台灣的這個中心營 欸 心營 心營 對 來談談他這個波士頓的一些見聞經歷啦 嗯 那不過心營可以聊一下就是說 你覺得Boston他的迷人之處在哪裡 那比如說跟我們大家都比較熟知的 比如說紐約啦 是 嗯 或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城市 你覺得Boston的特殊之處在哪裡 我覺得因為我後來在紐約待了大概 回台灣前我待待了大概八個多月 嗯 那我剛到紐約其實非常的不習慣 嗯哼 因為因為Boston其實他的tempo比較 他的他的步伐比較慢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的馬先生就在那邊慢跑啊 健身 所以其實在那邊 生活節奏是慢一點 對 其實是蠻慢的 然後紐約他非常非常的快 你想想看 大概是台北的 大概三到五倍的速度 台北三到五倍 對 其實是非常非常快 哈哈 這有點可怕 感覺好像看路人都在快快 快轉的感覺 那邊都一秒鐘幾十萬上下 對 尤其是曼哈頓那邊 真的真的 對 所以其實呢 我覺得Boston其實對我而言很重要 當然一開始是 一定是我 我剛 我去的時候 那對我而言就算是另外一個家 是 然後其實那個 因為相對也比紐約來的小 所以Boston其實 他的人跟人之間那種緊密度 我覺得跟紐約比起來啦 他其實相對會更 更緊密 然後更溫馨 哦 對 小而溫馨 這種感覺 確實 確實的感覺 而且Boston的學生 學術氣息其實蠻濃厚的 很多長生 長生大學都在那 那最後我們來聊一下 就是很多年輕人 他可能會有想要出國的願望啊 或者 他有人可能想出去 但是又不敢出去 或什麼之類的 或對於這樣的青年 或者你有什麼鼓勵嗎 或者建議之類的 我是建議說 我自己的經驗啦 那時候出國 其實也是跟家裡抗爭一段時間 然後也是 其實現在也是慢慢 還在換學代中 可是我覺得如果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機會 真的鼓勵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可以去看一看 好好把握 對 那其實現在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申請 這種申請 這種獎學金的管道 或者是那種 就是幫助你能夠出國 去看一看的這些管道 甚至你去打工 打工旅遊 打工留學 其實都 我都會非常的建議 因為有時候你真的要跳出自己的舒適圈 去看不同的世界 你才會更珍惜 你其實台灣擁有的 比方說台灣擁有太多太好的東西 比方說健保 真的真的 你在國外 在美國去跟人家談 生活的便利嘛 對對對 美國就是 並不是說走到哪裡都有 所謂的7-11啊 或什麼的 那你自己 其實你會更珍惜 你自己現有的環境 我想也是自我提升的 一個很好的方法 對 尤其去那種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哇你的大腦會逼著你 極速適應這個環境 還有極速的思考 哇那個成長 那個成長是很快的 飛越式成長 對 我們今天謝謝欣穎 謝謝 謝謝欣穎來跟我們聊一下 Boston的事情